港拼一哥黄振廷是杭州亚运会乒乓球赛场 除了国拼队员之外 人气最高的选手之一 已过尔利之年的他 在内地观众的喝彩声中 获得了职业生涯亚运会最好成绩 摘得了一枚铜牌 很多人用大气晚成来形容黄振廷 因为他18岁才正式成为职业球员 黄振廷在2016年 摘得了世界杯南丹铜牌 成为首位获得乒乓球三大赛 南丹奖牌的中国香港选手 他还一度闯进南丹世界排名前十 家里楼下有一个乒乓球台 家庭乐 随便打 玩 出一下汗 然后再慢慢到九岁 开始有训练班 然后才慢慢去接触乒乓球 打了几年 也是有一定的水平 就那个年龄段也没有说非常好 也是成绩也没有很好 就看见我们04年 那个李静高李泽也是拿了这个奥运的亚军 所以也慢慢还会给自己定立一个目标 未来希望可以打到香港队 然后去为港争光 对于香港乒乓而言 黄振廷像是一位开拓者 不论是曾经创造香港乒乓球历史 还是如今在比赛中带领其他球员一起前进 他都是勇敢地走在前头的那个人 黄振廷坦言 这一路走来获得的不仅有荣誉 也有大大小小的伤病 我带着呼吸盖那个东西 也是可能年纪有点开始慢慢大了 恢复有点慢 都给我几天时间可能就会好一点 也是感受到大伤 或者是有点受伤的时候 就是好多困难 你还要去克服它 然后就是尽量能够在赛场上 不要被这种伤病去困扰 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最近几年 黄振廷被球迷们称为港平一哥 这次来参加亚运会 领衔港平多年的黄振廷 通过场内场外的悉心观察 对整个亚洲运动员的乒乓球实力 有了新的认识 其实亚洲乒乓球的水平 都是非常的强劲 除了我们传统的中日韩的队伍 然后包括现在的印度 还有朝鲜 他们的水平也是非常的好 也是很具备的冲击力 我们也是具备的人才 但是可能这个比赛的经验啊 包括真的在赛场上的水平 还是可能会欠缺一点 就临时在那个赛场上的发挥 没有很稳定 但是你再给他一点点时间吧 未来还是很有希望的 可以站在这个国际的大赛上面 包括有机会站在领奖台上面 谈及香港乒乓球的发展 黄振廷认为 对比十年前 现在无论香港特区政府投放的资源 青少年的培训 还是香港体育的大赛成绩都有所提高 我们特区政府就是一直在体育上的这个领域 不断的投放资源 我们也出来好多比赛吧 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平台 然后包括我们青少年培训 也是我们香港拼种 也是投放了好多的资源 好多计划 15年的时候 我们刘国栋教练的加入 也是给到了我们香港队跟国家队 包括其他省队啊 包括很多地方都有一个很好的交流 能够给我们的训练带来很多的启发 香港的一些家长 有一部分就慢慢开始转化这个思维 也会慢慢接受愿意给孩子去走职业道路 尽管这个道路可能充满了未知之数 但是也会开始慢慢愿意给孩子走这条路 我觉得目前这个状态 就是开始慢慢往上走的一个趋势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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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亚运会对于黄振廷而言 赛场上感受到了球迷的热情 一声声加油呐喊声 总是让他与队友心潮澎湃 其实我们很喜欢来内地比赛 包括训练也好 比赛也好 就是感觉那个氛围很好 环境也很好 球迷观众啊都会非常的热情 希望内地可以多办点比赛 让我们一起感受全国人民的支持 结束了本次亚运之旅 黄振廷又得整理行装 重新迎接新的比赛 他没有给自己的职业生涯定下具体时间 而是希望一直打 它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肯定是一直打了 就打到我可能真的是不行了 或者大伤啊什么的 未来的困难肯定会很多 非常的多 但是你不要放弃 熬一熬其实就过去了 也就这么回事 感谢观众